这个奖状发给他了 按我们家这个管理的 可以做我们家的光荣凳 也叫八角凳 现在请王远熙坐上这个凳子 大家派出好欢迎 画面中的八角凳 是河南省登峰市王春玉家族中的荣誉凳 每逢春节 这个57口人的大家族里 学业有进步的 工作得到表彰的 做了好事为家族争光的 都会在亲人见证下 坐上此凳 以示获得来自家族的最高荣誉 听爷爷几年说 这个凳子只有获奖才能获得 所以我今年做了 正起明年也要做这个凳子 我目前还没有做过 以后会做的 要好好学习 要只有好好学习 获得成就才能做这个凳子 首先流传下来的这个凳子 代表家里要最高荣誉 邻静春节 记者在登峰市奇母路附近的 王春玉家中看到 唐屋两侧墙地上 最美家庭 文明家庭 无好家庭 当代孝贤 孝道文化教育基地等 荣誉证书 比比皆是 这些荣誉所得 离不开四代家人 数十年来 良好的家风传承 年近七旬的 王春玉介绍 在其儿时 姨父给他们家 做了一个小凳子 看着不远也不方 其母亲拿起锯 锯成了八个脚 在当时谁不听话 母亲便会拿起凳子 砸向谁 以示惩戒 有惩戒就有进步 王春玉告诉记者 其父亲是一位教师 有写日记的习惯 受此影响 他的家人 从小开始写日记 为日后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打下基础 随着时间推移 家人们以往写的日记 被王春玉收藏起来 堆满一屋 供后人阅读学习 我父亲的是一个教师 教我们从这儿 他就讲了 今天不读书 没有人真太多责任 那个师父 最影响最人的 教我们学习 我们家庭现在是 五十七个人 有中国共产党当院的 二十八日 博士绳研究绳是七个 本科以上是二十六个 从普通家庭 到党员家庭 到高材生辈出 再到武汉抗击 新冠疫情的逆行英雄 王春玉表示 他们家良好的家风 离不开这把小小的八角凳 国际叫八角凳 叫工具 简直叫光荣凳 所以我们全家的 只要谁学得以后了 明年发疆了 都在这等 很多人当时 年下了都抢这个凳子 因为他要欢迎 所以我们家 出来的这么些 共产党员 这些大奥生 都是做出来的 都是把凳子做出来的 也是教育出来的 现在我把这凳子 作为家长来说 把这个凳子传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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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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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